好Google Trends 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国际间的大小事 也就是各国热搜讨论的话题是什么 韦晨要先帮我们讲到的是美国 对美国的热搜关键是雷哈娜 我们想我们的Begel Riri 终于是想起来他是歌手啦 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就是我们说的NFL 他宣布在明年的超级杯 就是Super Bowl 中场表演呢将会是由雷哈娜担任 表演的嘉宾 那这我们知道其实Super Bowl的这个表演 都是在这个珍藏比赛里面 非常令人重视的一环 而且雷哈娜他在这一次受邀登台 其实对很多他的粉丝来说 应该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消息 因为其实呢 他已经六年没有出新专辑 四年没有表演了 对但是因为像街头上很常 还是会放他的歌 但真的都是旧歌 对大概就是 Shambrae Like Diamond之类的 就是那种我们小时候听过 对然后一直都在期待他出新专辑 但因为他有一直持续在进行他的美妆品牌 还有跟其他牌子之间的这个联名啦 所以就真的比较忙一点点 所以大家也期待说 会不会他登上Super Bowl的舞台之后 在这个之前会不会有机会出新专辑 所以登台会有这个新歌的演出 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好我们看完美国的雷哈娜之后 英国的热搜话题哦 则是一个这个Tommy Fowray 他是一个男星啊 是英国知名真人石敬秀 爱之岛里头的这个男星 那另外一个女星哦 则是这个茉莉美海格 因为他们在Instagram宣布一个重大的喜讯 就是他们即将要升格为人父人母 就是要当爸爸妈妈了啦 你可以看到他亲吻这个茉莉的这个杜杜 因为他们接下来即将要有宝宝了 那他们就写下说 等不及要踏上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冒险 那这个短时间就吸引百万人按赞 所以很多人都在留言底下祝福这对情侣伴侣 所以这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看到日本 因为日本在27号的时候举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 那除了刚刚我们有讨论到 有一些花费的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 还有支持他是不是使用国葬 那除此之外因为国葬的关系 所以日本的这个当地有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 那我们来看到说这个管制 其实是从26号下午就开始了 那因那个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来出访 所以首都的高速公路以及东京市中心的一般道路都有开始管制 还有这个举办国葬的日本武道馆周边也将会进行这个禁止汽车通行 所以大家是关心这个今天出门上班会不会这个路没有办法开要绕路 对10个小时真的很长耶 就几乎是半天就是你的上班日的这个时间都没有办法开这个道路 对那等于说绕道你可能要更花时间去处理 对那难怪可能有一些人是有一点反弹的啦 好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南韩的热搜 南韩的热搜它是拿下口罩 哇这对后疫情时代的我们真的是很期待很期待 像台湾目前是还没有办法拿下口罩的嘛 不过南韩这边哦 这个26号这天已经开始解除户外口罩的禁令 要听清楚是户外哦 他们室内还是没有解除的 因为他们担心在冬天的时候又会重新有一波 所以这个室内因为是密闭空间所以还是预防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解除禁令呢 因为他们说对全国一万人进行这个新冠肺炎的抗体检测之后 发现有97%的人都已经有新冠抗体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就叫做集体免疫 所以就下了这个解除户外的口罩禁令这样子的政策 那当然台湾这部分也有很多专家一直不断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也要实行一些新冠这个抗体的检测啦 那我之前是听指挥官王必胜说 其实都有在跟血液的这个单位来进行这个互相的讨论研究 那这个研究跟这个讨论都会持续下去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当然这个26号开始吧 这个韩国的街头也是大家关注 现在到底大家愿不愿意拿下口罩了呢 结果就有韩国日报 他在户外的时候发现说 部分确实有人已经拿下口罩 但有些人还是习惯把这个口罩挂在手上 那也有一部分的民众还是戴着口罩 那我认为啦就是台湾如果有一天解除口罩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 还是会戴口罩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戴口罩变成一种安全感 对因为当大家都戴口罩里面有戴口罩的时候 感觉是蛮赤裸的 对对对 而且其实台湾有部分的人是还没有染疫的嘛 有些人还是可能不太想生病 会担心啦 对对对所以这成为了这个韩国的热搜话题 好接着我们把这个镜头转到香港来 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热搜话题是一个人民陈瑞玲 那我们来看到是说为什么他成为这个热搜话题呢 是因为香港小姐决赛的这个结果已经公布了 冠军是8号的林玉伟他夺下了这个冠军 至于亚军跟季军分别是4号的徐子轩 以及14号梁超乙 那我们在画面中所看到的这个陈瑞玲啊 其实他为什么会被大家觉得是一个遗珠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 在这个他的这个腹部的一个部分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伤疤 是因为他在这个选美比赛的过程中 主动来跟大家分享 他之前因为得了肿瘤而开刀 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这么大的一个疤痕 所以而他在集训的时候也很大方的穿这种 会露出他腹部的这种装扮 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他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那他现在活得好好的还可以参加选美比赛 希望可以激励观众 可以用这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世界 但是没有想到他最后却连前三名都没有连这个 就是这个评审没有给他一些青睐啦 所以可能有些香港民众有点失望 对会觉得哎怎么爆冷门这么正能量的这个 香港小姐对不对 照理来说应该要进前三名结果没有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英镑 为什么是英镑啊 我觉得台湾人蛮有这个国际财经官的 这个是英国新任的财政大臣 他公布了450亿英镑的减税方案 那很多人认为说这是1972年以来最激进的政策了 那内容包含什么呢 像是取消了适用于高收入族群的最高所得税率 那也降低了收入所得跟买房印花税 那也搁置这个预计提升企业所得税的这个计划 种种部分这个垮藤很满意说 我觉得我们英国的这个应该要有一次重大政策的转向 来刺激英国的经济成长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让英镑贬值的状况加剧 所以这个新任的财长才刚推出一个新政策 就踢到铁板 那自然大家就很关注 那我想因为现在这个通膨的关系啊 加上英国的一些状况 其实台湾人都蛮关心这个世界迈动的局势啦 所以就成为了这个台湾的热搜话题 对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新加坡 他们的热搜话题也是一个人名叫做梅洛尼 他是这个意大利极右派这个兄弟党的党魁 那他已经宣布得到下一任总统的领导权了 因为他们这个意大利国会之前是举行的选举 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已经承认败选 所以这位梅洛尼呢 他成为意大利首位的女总理 所以这也算是在他们的国家创下了一个里程碑 对 没有错 而他也是继一百年前的法西斯极权强人 莫索里尼之后 第一位极右派的这个总理 所以也被认为是这个疑欧派的一个胜利 就是指质疑欧盟这个体系存在的一个胜利啦 所以之后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国家来退出欧盟 像是意大利可能会不会退出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隐忧 像是这个德国的明星周刊曾经在封面上来写说 梅洛尼是全欧洲最危险的女人 听起来像一首歌 然后这个路透社也报道说 其实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很担心说 梅洛尼会成为下一届的意大利总理 不过呢对台湾来说要关心的是 他的立场是比较亲台反中的 所以当选之后想必是引起了中国大陆的不满 对 因为他说要退出一带一路嘛 所以这也成为了国际的这个关注的焦点 好很多的关心都牵在这个两岸的局势上面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